因为地震导致铁道受损 台铁花莲往南到台东的列车全面停驶 改踩公路客运 也就是累火车方式载运旅客往玉里和台东站 花莲车站调派了40辆游览车 是现场旅客状况随时发车 而累火车是以铁路区间车的票价来收费 因此购买台铁自强号车票的旅客 可以向台铁退换票 19号上午6点钟 一辆辆游览车就在台铁花莲站排队 带命要载送旅客南下往玉里和台东 今天因为我们花东线铁路 因为受损严重 所以我们启动这个累火车 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到刚刚11点半为止 目前我们花莲站往玉里 总共开行了19班次 总共有640个人次搭乘 由于东里站受损严重 沿线铁轨也都变形 循线修复作业需要相当的时间 因此累火车的输运方式恐怕还要持续几天 而这段期间购买台铁车票的旅客 可以提出退换票的需求 台铁花莲站调派40辆游览车 是现场旅客人数随时发车 再送到玉里站 再转游顶东客运开往台东 遇到天灾影响到交通运输 旅客除了感到无奈 也只求能够平安抵挡目的地就好 这里会幻视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